宜蘭地區不只是一些地勢比較低洼的地方會淹水 就連一些平常比較沒有淹水的地區也難逃劫難 像我們現在來到南方澳的文化巷 可以看到在現場會有兩種的災難 一種就是上方的山坡地崩塌之後 大量的泥水夾在滷石就往下游沖 那下方就是南方澳的漁港 就是這裡導致南方澳的市區有淹水的狀況 這裡已經是風災過後的第三天了 可是在現場可以看到泥水還是非常的大 而且沒有任何的機具或者是人員來協助這邊做清理 居民也只能自己在這裡重建家園 到底為什麼這次蘇澳地區或是南方澳地區 會淹水這麼嚴重呢 遭過的台沒人知道 氣候變遷讓台灣人每年都會遇上的颱風變得更不一樣 近年的颱風一個一個狹帶好雨 成了超級大水炸彈 去年8月莫拉克重擊南台灣 今年9月梵納比水煙大高雄 10月美濟台風與東北季風聯手 在宜蘭投下破壞力十足的水彈大轟炸 蘇澳慘遭前所未有的劇烈襲擊 這是蘇澳居民從來沒看過的景象 馬路變水路家當全泡在水裡 10月13號形成的美濟台風一路西行肆虐菲律賓 原以為台灣不是他的戰場 沒想到他耍了一劑鬼馬槍 雨東北季風產生動伴效應 降下超級好大雨 21號下午一點 一小時之內在蘇澳降下了 181.5毫米的驚人飲料 全台灣的雨水下水道的設計容量 大概只有70到80毫米 每小時能夠承受的降雨只有這樣子 我們剛剛提到他一小時降了181 我相信所有全台灣的都市裡頭 所有的雨水下水道沒有一個都市能夠承擔這樣的洪水 受不了風狂大雨幾乎整個蘇澳都泡在水裡 部分地瓜地區甚至水淹兩層樓高 飛回鐵路蘇澳到羅東的路段還一度停止 超強降雨加上四滾大橋洪水排不出去 這一次蘇澳完全輸不了大雨 這幾條水汽下來通通飛到蘇澳來 一下子那個雨量 以前這個河道下來的時候還有那個什麼 河道可以排掉有一條白米溪可以排掉 但這一次包括整個蘇澳鎮都在下 所以光是排那些河水都已經不夠了 那剩下的雨水根本排不出去 所以在瞬間造成整個蘇澳鎮大淹水 週末大水退去 蘇澳像是歷經二戰的戰場滿目瘡移 中山路上的災移忙著清理 將近十公分高的淤泥 這次我來這邊住了十幾年 第一次淹到那麼高 以前那老一輩人他們住了三十幾年 第一次遇到 加檔 全部不知水流 全部都沒有空無遺物 永泉橋因為橋墩受到逃刷 橋面破了一個打洞 著名的觀光景點蘇澳冷泉 沒有遊客 原本熱鬧的街道上 飛滿了殘骸 只有默默清理家園的災民 一輛輛機具一共進入 國軍以志工引力幫忙 希望能找一日 從這裡恢復元氣 都泡到水裡面 禮拜五是淹滿了 全十號真的都淹滿了 禮拜五最嚴重的時候 大概是兩點多 全部都淹滿了 十月二十一號 中午大概十二點就淹到這個 這個屋頂 幾乎所有的涉皮都壞掉了 都壞掉了 軟體設備全部都泡湯 硬體設備也部分的損壞 溢瓦地區大淹水 周圍原本植皮完整的山頭 也因為蠔雨觸發了 土石崩落和土石流 成了東突一塊 西突一塊的爛利山頭 就在離冷全部遠的山坡上 發生了一場讓人疲倦的危機 生死瞬間天人永隔 位在白雲四旁的兩棟民宅 被土石流天室 九條生命踏上了黃泉路 留給未亡人難以平復的痛苦 美濟颱風期間 土石流紅色警戒溪流高達46條 不過在南方澳的南城裡 居民卻遇上了毫無預警的綜合災難 地勢較低的民宅淹水 靠近蘇花公路的山坡 發生了多處山崩 土石流瞬間篡進民宅 幸好無人傷亡 五秒鐘就算 punct儀戲 百來 jump三度了 百來belt..... 百來沒有 QR選 UNTROW 五秒鐘不能看到 十二 millimeter 騎上路的時候,我還說自己在那裡 都在那裡,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那些人,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三館七餐,三館的那個三館 這邊也有三個 這邊也有三個 太多了 都出在這邊來 有一些叫車高 有些叫山高 有些叫輪高 有些兩層樓都毀了 上面更嚴重了 它是土石 是天災 沒有話說 但是它處理的速度太慢 今天現在已經第三天的中午了 到現在還那麼嚴重 大概我們現在在做污泥 跟這個下來貪荒的土石清理 那現在工作面 因為早上的工作面沒有完全打開了 現在已經打開了 大概我們再補充機器 中午大概開始會增加 大概十步左右的這種機器來 國軍以機器進駐 清理工作陸續展開 街道上大大小小的石頭 這個木頭與碎屑說明了 後方山坡地的顏值特性 蘇豹是一個板岩的區域 類似我剛剛講片岩 它就是已經變之岩了 片岩片岩片岩片 所以那種區域來講 本身地質上來講 就是比較破碎一點 比較不好 你看這些崩下來都是碎塊 因為它不會變成大石頭 它讓板岩一風化 崩下來的時候就碎塊碎塊碎塊 所以它有點類似 它是土石柳 有點像泥柳 但是它石頭都很小 好 小心一點 長期研究南方澳的廖大清觀察 這次土石流主要發生在文化像 與新畫像 正好是以前的河道 南方澳有兩個水系 一個是文化像 一個是新畫像 那以前都是蟬蟬溪流 那後來居民越來越搬越多 就把那個水流變成地下化 那這一次因為那個雨量太大太急 整個把那個上面泥土沖刷下來 把那個排水道都堵塞住了 結果那個水就流到土石流 就流到那個道路上 因為這個漁場很好 所以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漁民 通通湧到這邊來 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兩屏東公里的面積裡面 幾近三四萬里 那漁民進來以後 就開始在這邊挖山 要往上居住 一層一層的居住上去 當然把那個山裡 變成那個弄得比較陡峭的 最特別是把那個水系 整個掩蓋在地下裡面 從早期文獻和空照圖來觀察 這場空前大水 沖出的是南方奧地裡的百年輪廓 那所以以前南方奧地裡有兩個水塘 這邊另外一個水系 這個叫內皮 這個叫外皮 那外皮這個被日本人 從這邊挖成一個港口以後 日記時代就變成低於移港 這個就是那個文化巷的水系 南城裡文化巷 這個是南城裡的新畫巷 這個在1896年就已經匯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代表什麼 古早時代這個就是河道 這個泥流下來以後 一個是沿街道走 一個是沿地下航管走 地下航管那一條到這邊 又出排水口 所以這邊那個浪一打出來以後 就把這邊就打翻掉了 停靠在第一漁港的漁船 被打翻了七艘 那天的情形就是 有那個空那個 那個水 gebra水 在海巡熟人員的協助之下 翻覆 battere 余淳陸續被吊棄 像這個剛才吊到一隻審視 生死差不多要三四十萬 60年當中真的是感受到 第一次從來沒有 對於整個南方澳的街道 還有就是說受災婦的 整個一個情況來講 只有四個字來形容 慘不忍睹 除了南方澳 蘇澳的永樂里 蘇北里等地 也都發生了土石流災情 豪雨 暴洪 山崩 土石流 像是大自然的強大武力 行進之處無堅不摧 大的蘇澳遍體淋傷 整個蘇澳鎮裡面那個淹水的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以前其實是沼澤地 在古早時代的時候就是沼澤地 那也是人與大自然爭地 蘇澳或是南方澳 就近百年來沒有這樣的 這個叫做水飯的問題 所以過去從69年 省政府開始規劃這個以水下水道 那當時大概這種 電的標準都太低了 現在大概四七排水大概只有兩年左右 兩年的洪水頻率的標準 這一次我們會 先生會跟中央跟公水一起合作 做一個整個通盤 做更高標準的一個洪洪標準 當梅基遠離 下一個熱帶氣旋正在摩拳擦掌 整個要警戒的範圍 包括台北地區 宜蘭地區 全台各地都可能是下一個暴力戰場 我們全力備戰了嗎 多謝 說明一次 尤其是